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和爱的人营养相隔 作家三毛曾写过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肯定舍不得 让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孤苦无依 失去挚爱的痛 大概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其实在五光十色的娱乐圈 也不乏动人的爱情 大家好 这里是一只稀稀利 今天为大家想要看 详细盘点一下 娱乐圈八对阴阳相隔的明星夫妻 一 珍妮和复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 珍妮是港台乐坛天后 复生则是少使知名功夫隐心 两人相识于威识 初次见面珍妮十九岁 复生十八岁 复生出生于名门望族 最讲究门当户对 他们的恋情遭到了家族的反对 戏子娶歌女成何体统 但是这对金童玉女 并未因此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了在一起的决心 1976年12月4日 复生和珍妮在事业巅峰期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结婚 那一年她23岁 她22岁 婚礼上深情的目光说明了一切 婚后 珍妮放下事业 全身心投入到造人上 然而天不随人怨 她接连四次都没留住自己的孩子 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被诊断为无法自然受孕 为了缓解悲伤的情绪 珍妮将心思投入到事业上 她没想到的是 很快自己就迎来了人生最痛的时刻 1983年7月7日 复生开着一辆白色保时捷 在高速路上发生了车祸 瞬间车毁人亡 享年29岁 复生走后的第四年 悲痛欲绝的珍妮 偷偷去美国生下了女儿Melody 她带着女儿登台唱歌 却始终不回答孩子生父是谁的问题 直到20年后 女儿长大了 相貌与父生如出一辙 亲朋好友们开始狐疑 孩子到底是谁的 珍妮这才公开承认孩子是父生的 通过她生前冷冻金子生的 多年来 珍妮与女儿相依为命 未在家人 家中贴满了王夫的海报和照片 她曾说 这段婚姻对我来说很重要 一生有一次就够了 珍妮对父生的爱刻骨铭心 真正做到了一辈子 只爱一个人 这种痴情在娱乐圈实数罕见 二 崔爱莲 杨耀东 崔爱莲因为和同学在台式 歌星之夜节目大跳碰碰舞 引起关注 崔爱莲因为这一舞 顿时摇身一变 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唱片公司纷纷找她贯唱片 后来 崔爱莲认识了男友杨耀东 两人一起合伙开室内设计公司 杨耀东是董事长 她是总经理 崔爱莲凭借独特的个性 还有好酒量 催成不少生意 渐渐地 唱歌变成了她的副业 崔爱莲后来嫁给了杨耀东 夫妻俩也淡出荧幕 转往商场发展 原以为能一直幸福地走下去 没想到2001年 崔爱莲气喘病发 骤然离世 享年43岁 当时的杨耀东 一度无法接受 时隔多年后 在一次难得的访谈中 杨耀东才终于首度谈起爱妻 也谈成 当年面对挚爱的 骤然离世 她曾陷入长达三年 犹如地狱般的生活 语气中满满的不舍与心酸 都敬险她对爱人用情之深 不仅让人伪之心疼 而被问到是否为这单身至今 杨耀东似乎不愿多谈 而是淡然地说 只想一个人平静地过日子 除此之外 杨耀东也分享了自己 淡出歌坛后的生活境况 目前与家人定居 拉斯维加斯已十余年 在当地经营餐饮生意 因穷瑶女郎的身份 而被观众数之的刘雪华 年轻的时候也谈过 几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其中两场都是跟富商的恋爱 但这两位富商 一个染上了不良嗜好 一个沉迷于养狗 对刘雪华的关心少之又少 刘雪华跟他们恋爱不久就分手了 而后 40岁的刘雪华 遇见了已经53岁的编剧 邓于坤 邓于坤的颜值 虽然没有刘雪华前几位男友那么高 但邓于坤对刘雪华 却是一心一意的 于是 刘雪华被邓于坤的真心所打动 两人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邓于坤把刘雪华宠成了小公主 可惜刘雪华一直没能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 他们就养了三条宠物狗 日子过得有自有为 可是2011年的某一天 悲剧学发生了 每天晚上 邓于坤在他们住的楼上调试了一下天线 怎料 脚一打滑 从楼上摔了下来 等刘雪华从梦中醒来 发现丈夫时 丈夫已经没有了气息 丈夫走后 刘雪华就开始了独居的生活 他也会不停地接戏来重拾自己 如今60多岁的刘雪华在采访中表示 如果能再碰到一个好的老公 当然更好 但是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想再遇幸福可能会很难 四 许修年黄龙 曾获得杨丽花永远的娘子封号的许修年 是台湾知名歌仔戏演员 他娇美的扮想 身段 留给电影电视剧戏迷难忘的身影 许修年认为 这一生和歌仔戏结缘很有福气 问他此生的遗憾和不足 许修年表示 唯有先生资深演员黄龙 于2011年因肝癌辞世 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虽然许修年强调自己已经放下 但一旦谈及老公 仍哽咽地说不出话 他表示黄龙从不抱怨身体病痛 病中原有机会换肝 但想到三四百万的医疗费 最后决定把钱留给妻儿 许修年说他最后一句话 是交代女儿要好好照顾我 先生的好 许修年是永远记在心中的 而许修年坚毅走过 丧夫的心痛和尔吉的病痛 再次勇敢走出来 将歌仔戏唱进剧场 许修年表示 唱歌仔戏是没有退休的日子 只要观众喜欢 而自己精力体力可支援 他就会一直唱 持续展现他歌仔戏 永远的夫人 美丽扮相 身段和甜美唱腔 5.甜妮月华 甜妮年轻时 双目寒情 自带妖娆之气 恰恰是那个时代 最喜爱的女星 在1977年 她就已经获得了 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和巴拿马国际影展 最佳女主角 到现在还活跃在影视圈 甜妮是一个大美女 也是一个任性的大美女 她喜欢上了导演 摩敦费 不过人家是有妇之夫 也不管家里如何反对 照样一往直签 搞得对方离婚 两个人也没成眷属 而后 甜妮遇到了月华 两人因风流运势 有过交集 但当时却并不熟悉 而后 因美世界活动相识 再加上大导演李汉祥 又极力撮合 男才女貌 很快便走到戾气 不久后 两人举办了婚礼 婚后 因为有月华的陪伴 日子开始过得有滋有味 而后2018年10月 月华在加拿大逝世 周年76岁 身边一直是甜妮陪伴在侧 现今甜妮以年花老去 她见证了香港影坛的臣服 也经历了精彩分成的人生 希望她能安度晚年 幸福安康 六 黄日华 梁洁华 娱乐圈里的痴心好男人 一定有近哥哥黄日华的名字 她在TVB演员训练班时 就认识了师姐梁洁华 两人情投意合走到了一起 在她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不具名气受影响 毅然选择娶梁洁华为妻 在婚礼上 她对梁洁华说 你是我第一个女人 也是最后一个女人 相伴40年后 梁洁华患上白血病 黄日华不惜倾千万家产 为她治病 但可惜的是 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生命 她曾无数次在内心祈祷 只要妻子能康复 哪怕是让她折瘦20年 都没关系 可是梁洁华最终于 2020年5月26日去世 享年56岁 在葬礼上 黄日华含泪表示 此生不会另娶他人 如今的他 偶尔会出席一些商业活动挣钱 闲暇时陪伴家人 7.唐振业 翁美玲 1982年 翁美玲由英国回到香港探亲 参加了港节比赛 拿到第8名的成绩 被TVB签约做艺人 这一年 他参演了首部电视剧《十三妹》 并爱上了剧中男主角唐振业 当时的唐振业 是TVB力捧的《无限无虎》之一 而后他又参演了《射雕英雄传》 在剧中黄荣的一批一笑 深深刻在观众心中 翁美玲名气飙升到一线旅行的位置 被无数观众封为最美俏黄荣 而事业有成的他 爱情却出现了问题 翁美玲从小丧父 单亲家庭长大的他 内心脆弱敏感 当时唐振业年轻气盛 不懂处理感情问题 为了出人头地 去了台湾拍戏 身处异地的两人分歧不断 最后翁美玲为了弃唐振业 故意跟追求他的富二代 邹世龙交往 而唐振业也故意找吴君如一同出游 1985年5月14日 翁美玲情绪低落 一直打电话给唐振业 得到的却是分手吧 极度绝望的翁美玲 最终选择了离开人世 享年26岁 葬礼上 唐振业悲痛不已 以结发之妻的方式 将半把梳子留在翁美玲的关内 渐渐向世人宣告了 他对她的感情 那个年代没有人注意忧郁症 只是一味地指责 唐振业害死了翁美玲 唐振业的事业因此一蹶不振 背负骂名多年 8.周星驰 罗慧娟 周星驰是无数人喜爱的喜剧之王 但在爱情里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2012年11月20日 周星驰带着《西游祥》模片 在北京召开发布会 期间有记者追问 有什么牵挂的人吗 周星驰说 段小姐我挺牵挂的 对她也放不下 很想她还在 星野口中的段小姐 便是她的初恋情人 罗慧娟 1987年 他们在电视剧《阿德也疯狂》中 出色搭档 当时的周星驰只是跑龙套的配角 很快到了拍摄 盖世豪霞时 周星驰第一次做男主角 两人在这部戏里定情 罗慧娟曾谈言 周星驰是个工作狂 跟他交往要特别有耐心才行 因为时常跟他说话时 他心里在想工作 以至于在交往四年时 罗慧娟提出结婚 周星驰慌了 不知如何是好 随后说了句 神经病 当时他正在事业上升期 要维护偶像巨星的形象 时常会忽略女友 而罗慧娟是传统女性 希望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她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两人遗憾分手 2010年 罗慧娟被查出患有胰脏癌 她坚强地接受化疗 但是终敌不过病魔 于2012年6月30日去世 享年45岁 虽然已是 周星驰多年来 虽有过极端恋爱 但都无济而终 人的一生很短暂 要爱就趁现在去爱吧 因为永远都猜不到 意外和明天 哪个会先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